你自己有想過什麼時候要結婚或是 跟做惡好嗎 可以嗎 沒有耶 家庭永遠是第一 對 家庭 再來是工作 再來是感情 放在第三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就是畢竟那個柴米油鹽醬醋差比較重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薰 今天呢 我想要做那個豆腐起司舒芙蕾給我爸爸吃 目前前就要來了 小薰這回特地親手做健康的蛋糕 要來加倍孝敬老爸 看起來好好吃有沒有 粉絲快點比進哈 我第一次豆腐過篩耶 那接下來 要加 這個cream cheese 哇 分三次加 給它攪一攪 對 攪一攪 對 攪一攪 攪拌到差不多了 嗯 那現在 再過下一次 那我們現在加 雞蛋 我吃這種感覺 我好喜歡喔 而且我好喜歡聽這種聲音喔 就cream的聲音 你不覺得很累耶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蛋白就加在這裡面 好 喔 喔 熱 熱 熱 這邊嗎師傅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然後我們要放熱水 有點像做酷鸡 這樣 孝順的小薰利用烤舒芙蕾的礦檔 再做一道抹茶捲 私下的他也常做蛋糕甜點給家人吃喔 做得錯都要吃過嗎 沒有耶 他就只要是甜點的樣子 或是只要有一點點甜他就是不喜歡 蛤 他怎麼這麼沒口福啊 沒關係我 我吃後啦 我吃後之後做 因為他本身做菜就是還蠻厲害的人 他的清蒸魚很厲害喔 印象中有跟他講說 我每次工作結束之後 我都很想吃媽媽的清蒸魚 有時候很累啊 就覺得吃到媽媽的清蒸魚 是一種腥味吧 他很像就問問爸爸說 清蒸魚怎麼做 然後爸爸就教他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他改良過後 哇那個清蒸魚是最接近媽媽的口味 媽媽離開這麼久 你這組的母親節會怎麼樣去 我都跟爸爸回到仙島的那個 路上去看媽媽 我覺得那想念真的還是會在某一刻 突然間來 有時候看到媽媽的筆記的時候 就覺得哇好像媽媽還在啊 而且我真的相信在婚姻當中 有些東西真的是你需要忍耐的 而且有些東西是你必須要捨棄你自己 你才可以讓一個家庭變得很完整 是從爸媽身上看到的 嗯 爸媽身上看到的 爸爸就是一個很喜歡玩車的人 那媽媽在生病的時候就說不用換啦 因為家裡面的車都還有 可是在媽媽離開的時候 才發現媽媽留了一筆錢 是符合讓爸爸去買車的 買完車之後還有 還有讓爸爸下半輩子 還可以過活的錢 這就是我在他們生命中看到的 你一定要為家庭做一些什麼 因為夫妻一起 你就是成為一體 這就是愛 娛樂棟新聞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